嗨大家我現在人在台北 現在要去華山 這次來台北是兩天一夜 安排兩天一夜 然後這次華山它有那個 近幾個巨人的快閃店 然後是想要去看快閃店 有什麼周邊可以買這樣子 現在太陽超大的 現在在前往華山的路上 前面就是華山的路口 我看到那個巨人的海報了 所以它就在路口前面的第一攤吧 會超級多年沒有來這邊的 這次是在那個網路上看到 有巨人快閃店的消息 剛好也有其他事情要來台北 這次就順便安排過來這樣 這是大門 我們進去吧 前面有很多可以拍照的海報 地上有獻出心臟吧 是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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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長的抱枕 這是抱枕區 有冷水杯 然後 這個應該是杯套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造型長吊繩 下面可以勾那個卡片之類的 下面是這邊有杯墊 是吸水的杯墊 有可以選你喜歡的人物的杯墊 看一下櫥窗裡面的東西 是馬克杯 然後便條紙 還有一些塑膠的Z排 這木頭杯墊還蠻漂亮的 然後耳機殼 後面有一個 造型金東雜誌的馬克杯 這邊有 木牌 是測杯包 測杯包長這個樣子 一個小書包的樣子 然後有各種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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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金 小夾子 另外一款北電造型 是Q版 登山扣鑰匙圈 扣功能項鍊 資料夾 冰掌的資料夾 另一款資料夾 手機扣還架 手機扣還架 可以黏在手機後面 這個感覺還不錯 木紙杯墊 立體機是用裝置的測杯包 測杯包長這樣 針劍套 這個好可愛喔 這個是披風的證件套 這還蠻大一個 然後這個是酒精烹瓶 另一款背包 上面是做皮革而已 邊有公仔 這個是什麼 擺在桌上的畫 這種是小型的那種 畫布 無框畫 下面都是無框畫 冰掌的抱枕 這個是飛行外套 長條的滑鼠墊 無線手機充電器 無線手機充電器 這個是行李素材 這是行李素材 這次我其實是想要買這個 這次我其實是想要買這個 這邊有那個靈環柚子 另一款背包 這邊還有另外一款擦手機 這樣子 這個披風抖風的這個超可愛的 可是我覺得他的毛巾的材質有一點薄耶 就是一下這一塊就會濕掉 那這個馬克杯要1880塊 我是覺得有點太貴了 因為他的質感就是 滿一般馬克杯的感覺 這邊有各式各樣的資料條 其實我覺得圖案就是大概 這幾個圖案 這也是鑰匙圈 有多款 多款塑膠材質的鑰匙圈 然後這邊也有原子筆 其他款是個馬克杯 這馬克杯就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這邊有磁鐵 這磁鐵一個150 然後是木頭材質的磁鐵 會有Q版人物 可是老實說我沒有很喜歡Q版人物的造型 就稍微 太小孩子的一點 就是減少了我想要購買的欲望 然後這個也是鑰匙圈 這我反而覺得鑰匙就滿特別 因為他是用那種 IG貼文的造型這樣 還滿特別的 對啊每一個人的都有 下面這個是便條紙 我覺得反而便條紙其實還不錯耶 因為他下面還有一個便條紙的這個夾子 然後是做那種厚的塑膠板而已 覺得這個反而還不錯耶 這是流沙杯點 那那個流沙的後面是每一個人巨人 變化是變成巨人的樣子 然後冰檔的話 就是他受傷的樣子 還滿好笑的 這北電一個是多少 320塊我覺得 但是這個好像就不能吸水 這不是吸水北電 上面好像是塑膠的 讓你那個水有可能就會浮在上面 但我覺得他這個流沙是還滿特的 流沙還滿特的比較 然後 Alan的款式 就變成晉級的巨人 萊納的 萊納的我覺得還不錯看 好各位我剛剛逛出來了 結果我一樣 一樣東西都沒有買 本來看網路上已經有想好一些想要買的 可是我實際上看到商品的本身材質 覺得跟我期待的有點落差 對 所以我就守住荷包 就想說不要亂買好了 所以我就只有拍照然後進去觀光 我覺得大概這邊停留裡面沒有很大滿小的 然後他們商品的性質滿雷同的 對 然後海報也大概就是 最新一季的那幾張海報的圖樣 然後去做不同的商品的造型 然後我覺得裡面大概逛30分鐘就可以全部逛完了 這邊就是他們的快閃店的入口 好然後我剛剛看到對面有伊藤潤二的耶 一樣在華山 可是他那個 巨人快閃店他是免費入場 所以可以直接走進去 可是伊藤潤二好像要錢 看一下 單人的話是多少 單管380 這個是伊藤潤二的恐怖體驗展 6月30到9月10號 門口就有一個雙路在那邊 商店是免費參觀 超音的帽T 這不是富江嗎 喔 有這個襯衫耶 好酷喔 這一件都好1490 這好值得買喔 短T 我很喜歡這種漫畫風格的 商品的圖樣子 商品的圖樣子 哇 襯襯在這裡 雙衣的牙齒 這是地墊 吃鐵 他的便條紙也好可愛 天啊好可愛喔 明信片 我覺得他們那個伊藤潤潤的商品做的 真的有質感很多耶 就是比較大人風格 有手機殼 手機殼 iPhone 11 這邊有賣免助的方法 這小的購物都好可愛喔 這購物都好可愛喔 這購物都好可愛喔 好想買喔 一個350塊 扑克牌 扑克牌感覺有點值得收藏喔 這邊有扑克牌的樣子 全部都是漫畫裡面的 場景 這個糖果的那個公車我有看 這是滑鼠店 蠶布袋 這是無狂化可以擺在桌上 然後這是小的鏡子 在燈光下就會跑出圖案欸 那個叫幻燈片 蠻特別的 是這個咧 哦 圖片都跑出來了 雙一 大的盒管 有魚閃 擴香香 香芬欸 這個是香芬屏 蠻特別的 然後還有麥拉 旁邊還有卡納赫拉的展覽 華山這邊 光這一條街就有好多喔 那邊前面還有一個水豚君 總共就有四個那個 卡通人物跟動漫的展覽 還蠻多的 然後最後我一樣東西都沒有買 我覺得來參觀還不錯啦 那個一騰論二的那個商品 商店街是可以免費參觀的 所以如果你是粉絲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看看有什麼東西 可以周邊可以買這樣子 那恐怖體驗展 我沒有心理準備 可以一個人進去玩 所以我就先試看看了 今天剩下暑假的展覽還蠻多 我覺得大家可以 有空的話可以來走走 那我等一下就要先去 換店check in了 這一集就先這樣 我換店check in 我會再分另外一集 開箱一下我今天住的飯店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